火炮作为战争中的重要的武器 各国对它研发各种各样 而火炮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巴黎大炮 以及二战中的古斯夫大炮等 而今天火力军要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这两款火炮 而是被称为超级大炮的巴比伦大炮 关于这款巴比伦超级大炮的传闻还是非常多的 据称这款火炮可以用来发射卫星 可以用来打核弹等 这在当时无疑不让人感到震惊 而这款超级大炮是否拥有这样的能力呢 就让火力军先带大家看看这款超级大炮的来历 在1988年的时候 一个名叫布尔的博士 向伊拉克高层提出一款可以发射卫星的大炮 伊拉克上层听闻后非常的新奇 于是让布尔博士将设计思路说出 高层听闻感觉非常的可行 再加上伊拉克当时的工业也不具备发射卫星的水平 如果这款大炮真的可以用来发射卫星 这无疑不是一个机会 而且使用大炮发射卫星所使用的成本也不高 并且这种炮既然可以发射卫星 那也可以用来当作武器 于是经过伊拉克上层考虑 就同意了布尔博士的建议 让他开始建造这款超级大炮 不过起初对于这款巴比伦大炮构想 并不是当作武器使用 但在当时也害怕其他人将其认为是什么秘密武器 于是对该炮的建造计划是秘密进行的 经过考虑 布尔博士将巴比伦大炮的分成几个部分 分开建造并将其交给西班牙 瑞典 荷兰等国 打造这些被分开的部件 在开始建造前 布尔博士先打造了一款巴比伦幼儿 来当作巴比伦超级大炮的模型 而这个巴比伦幼儿的建造 是在1989年之前开始 在将所有部分打造好后 巴比伦幼儿在伊拉克的中部 以北144公里处的隐秘场所 将该炮安装在一处山坡上 之后就开始对巴比伦幼儿大炮的实验 为之后建造超级巴比伦铺路 这个巴比伦幼儿 它的口径为350毫米 炮管全长46米 重量为102吨 有点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造的大口径火炮 但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例如这个巴比伦幼儿并不能移动 而这款模型的首次实验 是使用千弹进行的测试的 据资料显示 巴比伦幼儿的射程可以达到750公里 在经过多次实验后 巴比伦开始了正式建造 当时的构想巴比伦大炮全重为2100吨 但是炮管的重量就达到了1655吨 而它的全长也是达到156米 火炮的口径为1米 这种体型无疑不再表示这款巴比伦是一个巨无霸 起初伊拉克构想是将该炮的射程能达到发射卫星的能力 但是据称最终这款大炮的射程只能达到1000公里 但这个距离对于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恐怖了 其射程范围已经包含了以色列和伊朗中部地区 而这款超级大炮的使用方法也是比较独特 据资料显示 该炮如果在平常使用是需要水平仿制 如果真正需要发射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使用钢索将炮管吊起 光是准备时间就需要消耗不少时间 虽然这款大炮的所有构想都已经完成 但是这款超级巴比伦大炮的研制工作也是受到了很多阻挠 当时建造巴比伦大炮是以保密形式进行的 用伊拉克利用石化二场项目 为超级火炮采购部件 当时为了确保隐秘性 伊拉克还让TMG Engineering Ltd收购了一家历史悠久的米德兰机床制造舱 并获得了很多的机床零件用来打造所需的各种零件 也有部分让英国和其他国家打造 此外伊拉克还有一个ABA的项目 用来制造多管火箭系统的零件来掩盖超级火炮部项目 但是在正式建造没多久就被一些特工所盯上了 并且身为主要人员的布尔博士也在自家公寓门口遭到了暗杀 背后身中武枪身亡 不过这款超级火炮的大多零件都已经完成了建造 并且还有消息称 伊拉克已将炮管段都运到了实验场地 并计划开始实验这款大炮的性能 但随着布尔博士的死亡 这款被保密的巴比伦超级大炮的计划也被各国媒体所曝光 并称该武器非常的危险 例如有人猜测这款超级大炮并不是常规武器 它有可能可以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 也有人猜测它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 当时更是有人称它是一种针对卫星的武器 称它可以将一种特殊的装置发射到太空 并在太空爆炸 并使用一种具备粘性材料将卫星失明 导致当时很多人对这种武器纷纷猜测 也有很多科学家对其分析具体用途 而到了海湾战争之后 联合国小组也发现了巴比伦大炮的模型巴比伦诱饵 并且对其进行了销毁处理 除了这些外 当时根据匿名提示 英国海关还曾没收了超级枪的最后八个部分 最后也因为战争 这款巴比伦大炮没能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而关于研制这款巴比伦超级大炮的布尔博士 它是被号为火炮狂人 它的一生可以说都在火炮的研制上 在火炮的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 布尔博士就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军方的支持下 在建造了三门大炮 其中一个被称为巴巴多斯大炮 该火炮在当时可以说是巨无霸般的存在 它全长36米 口径达到了424毫米 其威力可以将90公斤重的炮弹 抛向180千米高空 还可以将100公斤重的炮弹 打到4000千米远的地方 也可以将214公斤重的火箭增程战斗部 发射到2500公里外 如果发射一些轻的物体 可以将其发射到250千米以上的垂直高度 其威力非常的恐怖 在世界上现存的可食用的大炮中 这款巴巴多斯大炮的记录依然无人能打破 但后来美国和加拿大军方撤销了对这大炮的研究计划 布尔博士也只能独自寻找推销它开发的东西 最后也就找到了伊拉克并研制巴比伦大炮 而关于火炮的存在依然不落后 不管是如今具备精准制导的导弹出现 也不能影响它的地位 毕竟火炮在战争中可是被誉为战争神的存在 不过如今的火炮发展并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以机动性、威力强、射速快为发展目标 就例如PTH2000自走炮 这款自走炮是由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 和莱因金属公司为德国陆军所设计制造 该炮还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之一 而PTH2000自走炮的特点就是拥有非常高的射速 它在急速射模式下能够在9秒钟时间内发射三发炮弹 而这款自走炮也是经过战场洗礼的 在2006年8月就曾参与过美杜莎的军事行动 当时PTH2000也被时常用于支援驻阿富汗联军 更是在乔拉之战广泛使用 在性能上是非常出众的 这款自走炮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我们也有一期它的视频 大家对其好奇可以关注一波火力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巴比伦超级大炮如果完成建造 它的威力将会达到哪种程度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